那另外一个我请这个帅将军一起讲 就是美国官员现在又要把大杀器送给这个乌克兰 就是远程的巡航它还有逆踪的功能 但是都会有BUT BUT之一是基辅可能需要再等好几个月 因为美国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呢 我送你的这个飞弹JSSM 只有F-16具备发射的能力 每架可以带两枚巡航飞弹 乌克兰F-16不是首战就坠毁吗 然后现在又没有维修 那只有六架坠毁了一架 后面的这个维修等等 我都不知道现在乌克兰的王牌飞行完还敢不敢开 所以你送它这个大杀器是放着看的吗 也是放个姿态了 我跟你讲几架F-16 不管你是六架十架六十架 不代表空军成军 你空军不是说有飞机就叫空军 它要有战管 它要有雷达 它要有link 它要配合维修补保 统统到齐 作战的机灵 飞机的保养机灵 统统很纯熟 飞机才能够如直起飞 如直作战 第二个像这种大型的这个飞弹 很大 你的挂架 你的挂点 没有设计成这样 你就挂不上去 所以美国先释放这个东西是做个姿态 但是我吃定了F-16带不起这个玩意 也打不出来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要飞得远了 还要有卫星导航 所以美国的GPS不给你导航 你也打不到摩斯科 现在美国很怕 如果用这种高杀伤力的武器 打到了摩斯科 摩斯科对美国的反应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他 我上次在你节目讲过 美国是一个超级喜欢管控的 什么事情就要under control 我有政治目标 我放个信息出去 但是你做不了 这就是这种管控的手段 我给你飞带你挂不下 管你飞带你飞机起不来 F-16它是AB型的 现在ABCD到台湾拿到了 这个快要变成V了 这么非老式的飞机的操控 补保系统 你可能还要从挪威 赫兰给你送来 要不然谁玩的 连美国人都不见得玩的 转这个老飞机 它挺惨的嘛 所以这个问题 我跟各位观众讲 来几架飞机不代表你有空军 所以你看 乌克兰运用这个飞机是干什么 在基普 在这个战略要地上 打无人机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战争胜利 但它损失了一名王牌飞行员 所以王牌飞行员被 被坠毁的话 一定是你乌克兰自己的乌龙 物色把它打下来 这损失太大了 因为它的飞行技术 绝对可以驾驭这个飞机 对不对 空军司令才会下台 空军司令才会下台 你怎么会有这种乌龙事件呢 自己的飞弹 把自己的王牌飞行员打掉 都是你空军 都是你空军 指挥管制有问题 在天上在雷达上是很难看清楚 这是F-16 这是苏凯 都是一个光点 对不对 如果这个 你的空军指挥部 没有办法掌握这个识别信号 通知你这个是 我的飞机在出任务 你不能乱打 所以乌龙事件出来了 空军总司令才会 对美国后来放话 就是后面的维修补给并不支援它 所以孙杨军讲的太对 给你飞机让你没办法飞 给你飞带让你没办法试射 你没办法挂 但是新闻宣传都很大 对 所以就是给你大杀气来了 这个突破俄罗斯的这个方向等等 因为他希望乌克兰不要投降 你好歹给我撑到11月底 我的政权 派派跟川普和平交接了 对不对 因为那个选完以后 什么状况 美国现在也不敢预期 川普如果落选 你以为有好果子吃 没有 美国还有得乱 But你要再等好几个月 对不对 所以你给我撑到 你给我撑到 所以你看1.2亿的美元也去了 而且拜登到他卸职之前 还不放弃用总统的行使行政权 给军援 他就是给你打点滴 不能死 对所以俄乌中俄 中乌等等 我们一连串的讯息全部都联动 但是我提醒大家 看这种新闻都不能只看标题 一定要点进去看 你就会发现里面的细节 常常跟标题的内容是完全相反 那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是乌中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是中俄之间的关系 当然了这个有证据就要判 但是你看到俄罗斯法院 在今天基于叛国罪 判处了一位俄罗斯的物理专家 15年的徒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泄密给北京 那是去年5月 这两名熟悉案情的人士 告诉路透 说这位专家在2017年 在中国的科学会议上 把机密资料交出 而这位专家是专门打造 极音素飞弹的一个专家 所以里面包括感应器导航推进系统 他都很熟 泄密给北京 所以委员怎么看 在这个三方关系当中 中俄的关系 另外是乌中的关系 乌克兰本身就是一个纳粹政权 我这样讲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乌克兰的基辅政权 从2014年开始 就显现出他们纳粹化 严重的程度 他们早年是跟纳粹混在一起 曾经攻打过波兰 攻打过俄罗斯 因为乌西的人就有这个特质 所以他们相信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种语言 一种文化 然后乌克兰是 最了不起的民族 他们是真的这样想的 然后他们在敬礼的仪式 就是纳粹那个首饰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对对 然后他们的标志都是纳粹的标志 包括亚素颖的标志 也是纳粹突击队的标志 因为他们深深的受到纳粹化的影响 因为他们觉得希特勒支持他们 答应说给他们独立建国 所以他们就全部投到希特勒怀抱里面去打苏联 去打波兰 有这么一个记录战 现在他们觉得应该要对抗俄罗斯 所以他们就继续发扬他们这种纳粹精神 在纳粹的这种思想的人里面看到的日本 敬国神社心有七七冤 当然是 当然是会有心理共鸣嘛 所以他会觉得这些人都是为国捐躯的劣势 这是一个心理共鸣还是一个有意思的政治动作 政治动作其实日本帮不了他们什么忙 日本第一个没有军火可以送给他们 第二个日本也没什么钱可以给他们 要去勤勒中国 就是刺激中国 刺激中国意义也不大 只会让中国本来的舆论市场上面 大概不到一半 大概四成左右是比较挺俄罗斯 六成左右是挺乌克兰 这一下子大陆那些挺乌克兰的人 你们要撞墙啦 对不对 我看大陆那些讲过乌克兰好话 挺乌克兰的人 今天晚上都要跑去哪里 要跑去卢沟桥下跪 大陆这往迷好惨 所以我会再跟你讲乌克兰是个纳粹国家 你们偏偏不信 你们只是不喜欢俄罗斯 所以挺乌克兰 现在怎么样 破防了吧 用你们的术语打挂了吗 接着问 那如果说是乌克兰做了这个动作 我会再来说是乌克兰的 对吧 我会再说是乌克兰的 小鲜 我会再来说是乌克兰的 就是乌克兰的 第一个动作 我会再来说是乌克兰的